跨越海峡的青春之歌 日剧十七台湾学生反殖民斗争图文展 4月20日在武汉拉开帷幕 此次展览通过50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 和3万余字的文字说明 全景展示1895年至1945年期间 台湾青年在台湾、北京、南京、上海、闽南等地 不屈不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始至不渝推动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国家统一的奋斗历程 展览策展人台湾孤金梁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兰博舟长期致力于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 他介绍说此次展览图文使他多年走访收集而来 希望唤起更多人去了解、探究真实历史 感受先辈们的英勇无畏和爱国情怀 增强民族认同 有一个真正的促进两岸的融合 进而通过他们对台湾的认识去影响 现在已经不认识台湾的年轻一代 去感召他们重新通过认识台湾 然后认识整个中国 因为台湾再怎么样 台湾的历史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的命运是跟前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 在武汉创业的80后台湾王天山观展后表示 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要继承先辈一致 团结奋斗 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当时这些学运团体去抵抗外地的入侵 不屈不牢的精神 为国家爱国这种精神 牺牲小我为大我奉献的精神 让我看了非常的振奋 我觉得这种抛头颅撒热血精神 是现在当下的年轻人应该要有的一个行为 大陆90后历史学博士张俊杰指出 展览丰富了他对台湾历史的认知 希望和兰博州合作 深入挖掘更多史料 让展览走进两岸更多地方 不管在海峡两岸进行展览 更应该推广到全世界 让海外华人都了解台湾同胞 特别是在日记时期的台湾同胞 有这么这么样一个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 湖北省台湾副主任邢军志表示 此次图文展旨在让两岸更多青年 以及社会各界真正了解台湾的抗战历史 了解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 近百年屈辱历史中所经历的苦难 从而不断增进两岸同胞感情 促进心灵气和 据悉 本次展览由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 武汉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承办 将持续至5月10日